为马斯巴的小鸡鸡请毁逼哦 小小人 你不好好读书 长大了怎么办 老师 你一个月多少工资 上天 老师 我家说房租一个月就八万多 就算我现在不读书 一个月也吃好喝好 你要什么跟我比啊 小小人 滚出去 我们接下来玩对对联 我说上联 大家对上联 好 上联 升铁是铁 属铁是铁 铁拳一抄 铁打铁 有谁能对上联 老师 我对 小小人 你说 男人是人 女人是人 传板一想人造人 小小人 自觉点 小小人 你为什么操班长的作业 老师 操作业其实不叫操作业 语文上说是借鉴 数学上叫类比 地理上叫拷比 地理上叫迁移 生物俗世转路 物理上是参考戏 幻学上叫同分一构体 甚至上叫求同传业 历史上就是文化的大统一 为什么打我 怀孕了怎么办 怀孕了就生下来 大家一起上游园呗 同学们 鲁信曾经在课桌上课了个枣字 来提醒自己不能迟到 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知道吗 知道 我也在我课桌上课了晚安 告诫自己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哦 你的网安代表什么意思 网字 代表了当今社会一片黑暗 人们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 而安字 说明了人们不畏所动 麻木不仁 结尾的讲探号 代表我对当今社会的愤怒 可以趁着上点镜子笔 被脚中的 引起来 against 凧